这一生,我们认识的人很多,相知的缺少之有少。 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见了心理,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,朋友或是情人,能走过三个月的一不容易,能坚持六个月的值得珍惜,享受一年的堪称奇迹,能熬过两年的才叫知己,超过三年的值得记忆。 五年后还在等,应该挺进生命里,十年后应该在等,那就是亲人了,是生命的一部分了。 人和人相处久了,确定会渐渐暴露出来,当对方把你看透了,却依然不嫌弃你,那就是真心。 你的脾气和行为会赶走许多人,但也会留下最真的人。 人活着,不是你认识多少人,而是你落魄的时候,有多少人认识你。 人活着,不是仰抱你的有多少人,而是你坠落的时候,有多少人敢接着你。 人活着,不是关注你的有多少人,而是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。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,留下来的就是相互适应的有缘人。 没有珍惜才会长久,无论爱情,友情,还是亲情。 不去经营,都会形同陌路人,感恩所有的遇见。 在这个善变的年代,且心切珍惜,朋友不用多,真诚就行,转情不论久,用心就行。 感恩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,2018以弱不离,2019我们继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